华强倍市场现在华为Mate系列的旗舰机 价格都跌了不少 最近这段时间华为红门4.0发布很多机子 升级完之后确实非常的流畅 在这一点上华为不得不佩服 990的一个旗舰机 709000的两三年前的这种旗舰处理器 到了现在依然不需现在的骁龙8跟2 甚至升级完之后在一些动画上的流畅度 能够比现在一些骁龙8跟2做的更丝滑 而且续航还能做到升级 这一点是真的牛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买华为的特别多 今天这些基本上就是要发给老铁的 像这个华为Mate30 这个是麒麟990的处理器 现在升级红门4.0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流畅的 价格现在1400就可以拿到 到大家手上的1500、1600 跟之前比的话也是跌了小几百 价格比较划算 这个是广西的一个老铁下的单 等一下就给它安排发出去 然后还有就是Mate40 Pro Mate40 Pro的话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市场的货机器整体会比较多一点 我手上这一台是一台全新的 但是是激活过的机器 不是翻新的 绝对纯原装全新的机子 5700多 客户到手的话是5800多 但是如果是二手的 8加56 这台的话是顶配的8加512的 价格差了比较多 如果说二手的 现在的话只要3000出头就能拿到了 如果大家要Mate40 Pro的话 我建议选一个二手的就可以 如果说你能接受没有5G的话 这个Mate50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的 3000出头也就能拿到了 跟Mate40 Pro的话价格基本上是一样的 但这个它是骁龙8跟1的处理器 整体发热 包括因为毕竟不是完全体的华为 完全体的华为是什么 是鸿门系统加上麒麟处理器 加上5G 那Mate40 Pro才是华为的真旗舰 而Mate50呢 它是骁龙8跟1的一个处理器 发热整体会比较严重一点 实际上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用 两个价格所以是一样的 一个新的旗舰 一个老的旗舰 但两个价格竟然是一样的 目前的话 华为Mate40 Pro的 华前辈市场货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价格跟之前比跌了比较多 如果是Mate40的话 现在拿货价格2500就能拿到了 到大家所赞2600就可以搞定了